好 各位同學晚安 禮拜天 今天晚上大家輕鬆一點 9點40就開始來做今天的 Jack Welch的Winnick 好的小單元 那今天 因為同學醒假所以我沒有出去上課一整天待在家裡 過著 防疫生活繼續過著我已經熟悉的防疫生活 也是一樣每天過的都差不多 沒課上我就在家裡面 把東西整理整理休息休息看看書 好這樣子 已經看到70頁 第8張快要講完第7張快完畢再翻一頁就到第8張了所以非常好看 那也是一樣 到了10張以後差不多了有一個 這個 完成的感想了我就來做一下 這本書的簡單的 心得的一個 分享 所以閱讀這種人文素養是不錯啦 港胸口補一下 像這種 我後面的 這個書買一本 200塊可以做一下 學習諮詢都不錯 那一般的人文素養閱讀寫作造句等等 線上課程都很歡迎 這個效果都是非常好而且同學上課的 進步都非常的大 在這邊提出跟同學做一個 資訊分享 那我們今天因為沒有別的 特別的問題要解答我就泡了老人茶 我們要解答 利盾 利盾的洞頂烏龍 我們就講個 一小夜應該今天就差不多了 因為我要把這個段落講完 前面講到改變 我們可以先往前看一點 你要怎麼做改變 當然 你不能有阻力 改變最怕就是 未改而改 或是不知為何而改 改革的 方法不對 或是用人 不對等等 這個我們都可以來做參考了 畢竟 我們講過我們是一個人 是 色彩很重的一個文化 東方的文化都這樣而且 對於西方的這些東西是抗拒 抗拒很多道理啦 唯一的道理 都是不熟悉嘛 有點像同學講說為什麼我們以前有洋槍大炮了 對日抗戰還要用大刀隊 因為我們習慣那樣的方式 好這樣子 我們 所以 如果 對於這樣的一個 文化面的 這種東西不能夠 去做一些 突破的話 做一些取捨的話 可能會有苦頭吃 這樣子 這個也必須要自己去承受 尤其是國防部啊 我是講給老舅聽啦 所以這一張的 Change 改變 改變當然要從人做起 但 這個部分也是我們最弱的 做事情的方法沒有 因為 呃 用人有問題 從培養人就有問題 好這樣子 人才的培養 用人 我最近看到報紙說要 現在才開始講 這個也不是新聞啦 要選優 送到 國外受訓 我們以前就是選優送國外受訓啦 但是 你選的人優不優誰來決定 長官來決定 然後呢又開始按盤交易了 又開始 大家為了出國去 去弄那個學歷 你說去漂白去洗去爽也好 混回來了 又回到八旗綠營去了 所以 我們的選訊用是從頭到尾都有問題 我現在又看到老吊重臺了 國防部又決定了 又選優了 優不優誰來決定 長官決定 換句話說我們是最笨的一群人來決定 誰是優秀誰不優秀 他的定義是以 誰比較笨來決定優不優秀嘛 這樣子 所以你相信老邱選出來的人會優秀嗎 我們 放眼望去 國軍幾乎找不到優秀的 只要比老邱聰明就算優秀了 所以這個是沒有用的 我講過唯一的方法 比我在部隊那麼久 在軍中那麼久 所有的 這些屬於山頂洞人的全部要砍掉 全部 少當乾淨 否則你叫笨蛋去制定政策還是笨政策 這樣子 所以什麼選優派任回來又當翻譯 這個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屁用 所以這個這個要找 你真的要改革不是這樣玩 這樣玩我們以前就玩過了吧 這樣子 好 所以那個應該是騙一騙立法委員啦 因為立法委員不懂吧 那個沒當過兵人很多 鬼混的也蠻多的啦 我們看那個外交國防委員會 簡直跟馬戲團一樣 所以 大家胡搞瞎搞弄一弄 國防預算過了 騙到了 不關了 大家又可以安安穩穩過一年了 繼續 回到過去 這是我們國軍長久以來 我們 日復一日年復一年 看的就是這一套 所以我們還是 把觀念徹底更新 但是我不相信 這些 迂腐成就的東風先生 他會有什麼改變 就是 以我的個性就是全部回答重點 全部換一批 腦袋瓜清楚的來 為什麼我要這樣講 以下我們看的這個 Home Depot的故事 可以真實的 可以 給我們做個借金 那前面講到Home Depot 因為太沉醉於過去的快速成長 的獲利 沒有感覺到外界的變化 市場已經有在變化 而且有很多很多 呃 高度威脅的對手已經在市場出現了 所以從數據可以看到 獲利 不斷的下滑 但這些人因為 溫水煮金花 爽日子過慣了 他們沒有察覺到威脅 所以這個叫做 加賀威脅 講到了這個 這個人兄2000年 進入到了Home Depot 的時候 他就發現了這個問題 這個人是誰呢 這個人是誰呢 這個人叫Bob Not Dally 叫Bob 這個人 好 我們繼續往下看 我們繼續往下看 有兩件事正在發生 而且呢 發生的 這件事情呢 這兩件事情呢 大家都不願意去面對 沒有人在Home Depot裡面願意面對 就假裝視而不見 那這個Home Depot的事業越做越大 等於是爆發性的 成長 而且逐年成長 在從一開始 創立的時候 但是呢 內部的管控機制卻 所謂的付諸卻如 內部 對於一個 像Home Depot這種 有點像我們的 BMQ啦 有點像類似這樣 他有家具有裝修有 家裡面需要用的 用品 裝潢等等 的一些相關的材料 林復健等等 他內部的這個管控 基本上 不存在 幾乎沒有 但是生意卻越做越大 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 哪一些內部的該有的管控措施呢 比如說 很 清楚的 很 謹慎的 很一絲不苟的 庫存追蹤 沒有 再來就是 上架的政策 沒有 然後呢 採購進貨的相關的 標準 沒有 哈哈 這個BOB 看了嚇一跳 這三樣東西都沒有 生意越做越大 就有點像 那個車子越開越快 馬力越改越大 但是呢 他的煞車 基本上沒有換過 表示說這個車子會失控 所以呢 所以呢 因為 生意越做越大 擴廠越來越多 越向外擴張 但是內部的管控機制完全沒有 等於屬於失控狀態 所以 已經開始出現 他的 市場裡面的競爭性 已經 出問題了 要維持住以往的 競爭競爭力 已經 出現有一點點 吃力的狀況 這個只有BOB這種專業的經理人他可以從 市場研究 可以從 數據 財報等等 很容易看出來 那因為市場上已經出現了 主要的競爭對手 Lowse 他正在慢慢的侵蝕 Home Depot原來的龍頭地位 主導的地位 因為他 有 提 有推出了一些 Home Depot所沒有的 所以 消費者立刻轉向 他提供了更好的售後服務 跟現場 在現場的 服務 優化 而且呢 店面的裝潢也 也變得比 Home Depot 要 新很多 大家當然喜歡去 裝潢好的 設計好的 你的這個 閃間或是場館 裡面的設計是好的 動線規劃好的 大家喜歡去嗎 服務也親切也好 售後服務也好 現場服務也好 都好這兩項 剛好就是Home Depot的 最大的弱項 弱點 店面 不裝潢 老舊的店面 然後呢服務人員 也沒有什麼服務訓練 有一搭沒一搭的 客數率當然就高 所以大家就 在有選擇的情況下 Home Depot的 消費者 這個客群就流失掉了 往肉這邊跑了 Bob was running the company for about a month when he started boldly talking about these problems using tons of data but few people at any level were buying a story of Home Depot as a fixer-upper Many employees from the good old days openly pined for the times when the founders ran the company and everyone was getting richer by the hour who could plan them for the nostalgia 那這個剛到任2000年剛到任的 Bob 這個納德里 他才經營的公司 管理公司 大概一個月他就受不了了 他說怎麼搞 大家都在問誰煮青蛙 他就開始很 大膽的 跟所有的人 提出了一個 所面臨到的一個問題 包含內部管控的問題 包含競爭對手的 銷售策略等等的問題 他就大膽的根據數據 他自己手邊有的數據 提出來 讓大家面對這樣的問題 看看怎麼因應 所以他就用了很多很多的數據資料 講話不能空口說白話 就必須要有很多的 數據 來證明 但是呢幾乎沒有人 上上下下 Home Depot所有的人都沉迷在過去 都是這些老傢伙 就有點像我們國防部 從 30幾期的 當國防部長 國防部長有沒有30幾期的我不知道 或者我也不知道有沒有當過國防部長 當國外院院長那種30幾期的一路往下 到嚴德發 這種事情一路下來 他們是 這種屬於溫水煮新花型還沉迷在過去 老講那個年代的 他是不會感覺到說 你講的這些有數據的這些東西 唯言聳聽他們覺得唯言聳聽根本就不理 太沉迷於過去的光榮傳統 所以就根本不相信 根本不吃 Bob這一套 說你才來一個月你懂個屁啊 你講這些東西我們這邊待了10幾20年 難道不懂嗎 還要你來講 你不要在那邊誤導大家 大家的老大不堪的心態是這個樣子 大家絕對不相信 也沒有人願意相信 上上下下下客客主管 中高階主管 低階的員工都不相信 HOME DEPOT是 BOB口中講的那種圍樓 FIXER UPER是指 那個房子已經 到了 已經 腿皮不堪了 你買到這種便宜的房子 只能拿來自己在花錢裝修 等於要花兩倍 房價的錢 那個叫FIXER UPER 表示說 腿皮不堪的圍樓 這樣子 大家都不相信 而且不吃他那一套 那很多歷經了 過去那種 美好的公司 很賺錢很賺錢的那一段美好時光的員工 甚至於在開會的時候公開的緬懷懷念 他們的 創辦人 經營公司的那一段時間 大家 每一個小時都在賺錢 躺的幹都賺錢 意思是說 我們創辦人 創辦的時候你還不知道在哪裡呢 他們這些 公司的創辦人這些 前輩 創立公司的時候我們是躺的賺錢 怎麼搞的變成 找你們這些專業經理人來的時候 我們變得那麼危險 你是不是在維言聳聽啊 這樣子 大家還沈迷在過去 就有點像我們國防部沈迷於 國父創立 中華民國 老蔣 蔣委員長蔣校長帶著 黃埔 軍校的學生 東征北伐教育 一直在緬懷過去這些 到底是真的假的都不知道有沒有變成家料的歷史 現在呢搞得一塌糊塗 這樣子 所以 HOME DEPOT就是一個 Jack Welch現在描述的這個HOME DEPOT就是我們現在國防部 不知道現在自己的 自己的狀況多糟糕 這樣子 所以 這段的 尾巴 結尾的這一句很好玩 耐人巡违他講 我們怎麼能忍心苛責他們的這一種 懷舊的心態呢 還活在過去 我們不忍苛責他 因為 他們是歷史人物 只知道活在過去 不知道活在當下 不知道現在多危險 也不知道未來 公司還在不在 所以 這些人 是要被歷史唾棘的 誰能夠忍心 去譴責責備這些人的懷舊的心態呢 因為唯一能做只能懷舊了 哈哈哈哈 但是 但是呢 但是呢 他 既然是 已經是 身為經理人了 他是CEO了 他就要做改变 他不管员工怎么反应 做改变的第一件事情很简单 你抗拒了 消息抗命了 全部开除 我自己找我的人来 这些人都是改革专家 大家思想观念一致 就是改到底就对了 少过废话 就这么干就对了 不像我们军方找来找去 都是自己那一坨人 以自己利益为导向 东应付西应付 拖过去就算了 所以Bob他知道说 他不能够 以现有的团队成员 里面很多 缅怀过去的历史人物 还活在过去的 那种 抗拒者脱死狗 毫无战力的这些人 不能用 但他有独具会 他知道哪些人 是要扫除 扫除革命障碍 要扫除掉的 哪些人可以用 他看得出来 这种无私无我 这个才叫无私无我 我们不是 我们是有什么好康的 要改革要什么的 是先把 自己的口袋先填饱 假改革之名 新 这种 自己 以自己利益为主之石 这样子 所以Bob很清楚说 在这样一个老掉牙的 腐朽不堪的 老大不堪的一个公司里面 你想要谈改革 可能还没有改就先把自己隔掉 所以他很清楚现在的手边的团队 他来的时候 就已经存在的接手的这个团队是不能用的 所以他当机立断很快的把自己的人马带进来 这些人马不是说跟我 很熟跟我很好 我们认识 大家自己的带进来 不是他带了一票改革派进来 就是这些人专业的 什么专业改革很专业 他找专家来了 这样子 那个叫True Believers 这些人就是深信改革是唯一生存之路 而且很有经验 把这些人抓来 找来 那以这个为班底 然后呢 再把公司里面比较资深的员工 但是呢 他们愿意不抗拒 愿意卷起袖子来 跟着干的 这个叫Get down with us 这类的人 升迁 只要你愿意改我就升你 剩下的就是要准备大刀扩斧 直接砍掉叫他回家种田的 这个动作很清楚 这样子 Together they put the missing processes into home depot and got grows back into the company 那他们共同攜手合作 找来的这一票True Believers 跟公司里面资深的 Get down with us 晋升 团结合作 联手 把公司里面缺乏的内部控管机制 建立起来 然后呢 业绩就开始成长了 就这么快 因为知道问题在哪吧 大家不知道问题在哪 的员工 或是知道问题在哪了 告诉你了 也不愿意动的抗拒者 还在缅怀过去 哦 有点像我们看电视剧的 先帝 临终前 驾崩前 特别怎么样还在讲前朝已老的事情啊这样子 现在都合年合月了还在缅怀过去 这类人就叫做 阻碍改革 的这一类的哦 呃 毛坑里的石头 又臭又硬 哈哈 权力扫持 改革就能成功 就这么简单吧 所以我之前有论料讲说 国防部里面 四字头的 哦那种 五字头的像我那么老的 脑袋挖不清楚的 一律 全力扫除而扩清支 这叫扫除革命障碍啊这样子 国军可能就有救了 Bob have no one at his back but he did have the right people by his side 很快 Home Depot 就回到了 哦 找回了业绩的成长 那这个叫归功于 Bob Not Delhi 他知道怎么去 做改革 怎么去整顿公司 越机会讲话 不是越搞越糟 老邱那个是越搞越糟 到哪个单位哪个单位乌烟杖去 到国安局 国安局乌烟杖去 去救火 提油救火 然后呢 到国防部 国防部乌烟杖去 一大堆事情 但是沿德发没有好到哪里去了 沿德发那时候只是两岸关系 没那么紧张 还可以耍宝耍一耍 好这样子 有啦 巨公逢世宽 发前面 56年班的 36期的 好这些 历史人物 可以归 可以归到历史人物去了 好看一下时间 24分钟 呃 今天不要 不要再继续往下讲 我们讲到第二段完整 因为 3这个 fair out and remove resisters even if their performance is satisfactory 这个满 长的我刚看了一下 我们下次再来完整的讲 这个部分篇幅稍微长一点 但我们可以先 好讲一下这个 标题 fair out就是找出 要 抓出揪出来 remove 踢出去 resister就是消极抗命的人 他 不 服从改革 不跟着大家一起做改革 还在里面 山一峰点鬼火到处捣乱 这种resisters要抓出来 揪出来叫fair out 然后呢 remove 踢出去 即便这些人的业绩表现还不差 也不行 因为他的破坏力大于他的创造力 就要揪出来踢出去 这部分蛮不错蛮好的 老邱永远是出事之后去乱砍 他永远没有办法事前揪出来踢出去 他都是事后出问题了再来砍 这种小学生都能干了 还要轮到老邱来干 那种事 智商其实就可以弄了 所以 所以老邱专门干智商其实的事情 事情层出不穷 我们可以预判事情层出不穷 而且五大狼玩夜猫子 你自己 胡搞瞎搞乱搞 程度只有 遇孝生的程度 他手底下用的人 几乎都是遇孝生的程度 没有一个正常人 这样 所以最近又听到 又看报纸 静周刊 又开始讲 有国军去念 硕士在职专班 不到课也不考试也不点名 什么都不弄 然后呢 呃大部分是六军团的人 有涉嫌 诈取国防部的 就学补助 根本不到课 而且这种课程已经是半买半送的课程了 其实就是说 体量大家 都是军人很辛苦 只要视讯课程一个学习来几次就可以 分数留给他一次都不到 哈哈 去看有这种 然后还继续 企图有点意图诈领学费的意思 诈领学费然后呢 不倒霉成绩要去篡改成绩 这个被静周刊爆料爆出来了 这些基本上都是六军团 很多是六军团的 所以我不知道六军团的指挥官 原来的指挥官还是现任的指挥官 是不是要去 要跟国人说明清楚 那你说我会不会惊讶 根本就不惊讶吧 国军不是都是这样搞吗 你以为每一张学历都真的 这个还是在外面大学上课 请大学的 教授到营区里面上课他都不到 不是叫你放假的时候到学校去上课 他这个课程是说 我们有 开设教学点 这个也是颜德发之前搞的 结果颜德发搞出这个疲漏 你开教学点意思是说可能找一个营区 比较适合上课的 大家有报这个课程 只要到这个营区来上课就可以了 或者是说本来就是自己的营区 老师来你营区上课 他都不愿意到课 那你怎么相信 你怎么能相信我们的国防大学 这些指差教育的 他的成绩是很诚实打的 说不定大家也闭眼睛乱打 每个人进去都一定闭得了业 所以 我之前为什么讲说 我第一个主张要把国防大学这个 匪窩 整个砍掉 打掉不要 因为没有作用 里面常无纳购 然后呢 出来呢 居然 都是我们 未来的国军的 制定 国家的国防政策的这些人 跟执行的人 就是从陆院在院出来的 都是这些货色 他去读 这个学校 人家都已经到教学点来去上课 他都不到课 还要改成绩 还要拿毕业证书 天底下还有这种事啊 以前长官还会去找 有硕博士 有硕士学位的 预官或是士官来帮忙 写作业 是有这种很多啦 所以很多长官像老邱这种四十几级的很多长官有 硕博士学位的你都要小心一点 我不敢讲说全部都是找别人写的 很多都是找别人写的作业 这样子 所以这个我不奇怪啦 我们军中本来就虚伪造假 这个没办法 这是黄埔的传统 到哪边他都会 只是说这个有点太明目张胆了 你连课都不到 以前是有道课 但是 真的考不好 这样子 我在正规班的时候 我时常讲给同围地 我在正规班的时候 那个时候就 进正规班我们那个时候毕业前 会统计成绩 优秀的 同学可以留在步兵学校 当教官 所以大家都很想 在部队来的都很古葛的都很想在 步兵学校里面留下来比较稳定一点所以大家拼得很激烈不是要拼成绩是要拼可不可以留在步兵学校 但因为那个时候是中卫 还不懂事 以为真的 我那个时候很不懂事 我还以为真的是 要拼成绩然后要拼前几名 才能够留下来 我就好认真喔 虽然那些死人骨头的东西我很讨厌 但是我还很认真的念 有时候礼拜六礼拜天因为我住台北回不了家 出去外面 还要走路走好远 那个王生民路 又花很多钱我想说算了 期末 测验快到了 我干脆 放假的时候 不要出 不要到处往外跑 我就留在寝室里面安安静静的看看书 看看 准备一下要考试 我们很多考试在部校 我就留下来看 那我们有一个同期的同学 他每一次放假的时候都看我留在寝室里面 路过我们寝室都看我不休假都留在 寝室里面 大家都急着往外冲 只有我留在寝室里面 准备 陆军作战药缸 准备一大堆战术在那边砍 在那边背 他就走进来跟我讲说 直接 我看了你好几次 放假都留下来念书 我知道你很认真 但我给你讲实话 因为我就是部校的 原来他是部校的考核科里面的 参谋 他说我给你讲你不用看 我说为什么 他说 我知道你想 成绩考高一点留校 他说你不用看 那个留校谁留早就决定了 我说怎么可能还没考试怎么就决定了 他说成绩都已经出来了 我说怎么可能还没考成绩怎么可能出来 他说名次都排好了 我更不相信了 我说此话怎讲 我去正规班的时候那个时候好像是 大概80年还81年的时候我去了很早 中卫就去了 中卫副连长我就去了 他说我就是那个考核科的 我们 谁留下来谁留下来早就内部运作完了 该请客该喝酒该上酒店都弄完了 那个电脑档案进去就已经 自己随便乱写 那个名次都排好了 你现在在这边留下来看 等于 在做白工出去看看电影 不要留下来 我说你讲真的讲假的 他说我不会骗你 你不信你等着看 我有点半信半疑 结果呢 果然毕业的时候那个名次出来 就是他讲的那些人 他连名单都知道 因为他有 他有权限进入那个电脑里面去看那个成绩 这样子 但他不能动了 他不能改了 还可以看 后来我就 赶快 想办法 因为我我认为说我 看的还够熟 本职学的还够 再加上我是特战部队来了 我想安定一点 回去 保证接金城连连长 因为我来练正规班的时候 旅长不让我来 他已经发人令了要我去接 已经发人令了 叫我接 六两旅的金城连连长 因为我是干过六两旅的接田连排长 那我就 有点滴死不从啦 反正还好被我硬拗过去了 那个旅长是 39席的 这样子 然后呢我就去念正规班 我在想说我如果 不想办法 离开这个六两旅的话 不是用别的pepper离开 是想办法利用正规班结束的时候有 教官真事 有 留校的机会我要争取 结果呢既然我同学通风报信跟我讲说 直接你不要我看你每次都留下来看书 你不要做白宫了 那个名次全部都出来了 我就是不需要考核科的 我直接跟你讲那都内定 我同学不会骗我 他跟我头一脸的 他说你赶快出去看电影 名单里面没有你就对了 你不要在这边看书弄了 那个成绩都排好了 后来 我是有点半信半疑啦 我说不会那么明目张胆到这种地步吧 我还太年轻了 我还涉事卫生啦 才中卫而已 后来我就知道他讲真的 我后来好像赶快 在节训前我就去报了四校 我 部校已经都名单定了留不下来了 我去报 陆军士官学校的教官 还好被我报上 我们骑上有三个同学 好就录取了 这是题外话后来我第二次 我后来就知道原来我们的作弊 改成机各个军事院校作弊改成机的风气居然是直接就 以前 是用 手写的 成绩 没有电脑的时候 还没那么方便没有那么明目张胆 现在 那个时候电脑化了 居然直接进去改 这样子 所以我后来 就相信了 我原本以为说 部校 是兵尖学校 他毕竟 比较 边陲一点 在凤山 可能比较夸张一点 我后来真正认清 是我到 我在当 我好像在当 连长的时候 升的少校 刚被他老明操完 有一天我接到电话记录 陈拜仁是我同学在陆军总部 我也不知道他怎么进陆军总部的 他下了一个电话记录 到我们 营里面的连上给我说要我去参加陆军总司令部 的参谋考试 候选人 我好高兴 我说老天终于有眼 看出来我可以当参谋了 而且又是陆军总部 我们那时候连师部 都不敢想 师部上面还有军团 军团上面才会到总部 我就好高兴 准备了一大堆东西要吹的东西就到陆军总部 这个故事我前一集有讲 我那时候很高兴就去 我同学传给我的电话记录应该不会错 然后又是我同学是承办人 然后呢他就兼考 从早上开始考 考好多课我就在那边一直写 在他的办公室他办公室 特别留一个小房间 像档案室一样的东西叫我在里面写 写到下午5点的时候他就说啊时间不要写了收卷了 我说我还没写完时间还没到 他说你不用写了啦 都已经决定了 我说什么决定了 我写那么辛苦什么决定 他说人选都决定了 不要写了 你这个考卷可以交卷了 我说不行啊我还没写完我写那么认真 他说你不相信就算了你要坚持写你就写反正 我就跟你讲人选已经决定不是你了 你现在交卷不要当我下班 我还是劈啪啪写完交卷了 结果果然被他讲对了 我是去陪榜的 结果 被选上的居然是我同学 我那个同学呢 关校的同学 是我们 全系 最后一名 我不敢讲我是全系第一名啦 至少前五名跑不掉 结果录取的是 最后一名 害我气得要死 我说你不再侮辱我 叫我跑来考试 你找一个势均力敌的对手也好 结果呢 我是我们系上前几名 没录取 录取了一个 最后一名 而且他没考 只有 市场只有我一个人在考 等于说后来我才搞清楚 因为要办一个假考试假的 内定我那个同学 因为我那个同学关系很好 很会上酒店 而且他老爸听说级别很高 跟老乃晨一样 级别比老乃晨到老爸 还高 已经内定他在总部接那个位置 但是 怕人家 检举说没有考就录取 所以我那个承办的同学呢 因为就找我们其他同学承办 办了一个假的考试 就是 公文有发 要 参谋考试 录均总部某一个属 参谋考试要征选 然后呢电话记录也有下 然后呢 考试科目也有定 然后我也去考试了 而且考卷也写满了 如果你要告诉说这个不公平 他会贪爱给你看 你看 我们都按规定考试啊 军方就搞这一套 我又去 帮忙出公差 帮他们做假的资料 结果我不知道 所以我每次看到人我都干掉 他妈的 你要作假 也不要录取一个我们其上最我们系里面最后一名的然后把我 把我不录取他还考赢我 你这不是在误辱我 所以 我现在又看到近周刊讲说什么啊那个 这不是新闻吗 在我以前 在大陆 怎么丢的就是这样丢的吗这个习惯有没有改没有改吧因为 可能变本加厉吧 这样子 我那个时候还会 找去白做工一下现在连白做工都不用了叫你直接发毕业证数 这样子 所以老邱 你改了什么东西你什么都没改 你只会讲我不知道 你只会震怒 那假设这个近周刊的爆料是真的因为这个牵涉到教育部 是老师 教授去投诉 牵涉到教育部牵涉到国防部是一个跨部 不贵的问题 我不知道教育部那边的状况怎么样 但以我在国防部以前待过 遇到亲身遇到的事情 包含我去选驻美副府官 都是陪榜 还好碰到AIT翻盘了 其他很喜欢搞这一套 造假 我合理的怀疑为什么会有庆赴案为什么会有 云豹的中兴电工这些案子 不是都虚伪造假这样弄出来的吧 好这样子 所以老邱 说如果这些事情都属实 你最好自我了断 免得被打他骂 好我就朗读一下 40分钟 但是两个事情都属出了 那一人都想要遇到 The business had gotten bit, with few internal processes in place, careful inventory tracking, stocking policies, and buy-in guidelines, to name three, and was having trouble maintaining its competitiveness. Lowe's, its principal competitor, was chipping away at Home Depot's lead with better servers and more modern stores. Bob was running the company for about a month, when he started boldly talking about these problems using terms of data, but few people at any level were buying his story of Home Depot as a fixer-upper. Many employees from the good old days openly pined for the times when the founders ran the company and everyone was getting richer by the hour. Who could plan them for the nostalgia? The things had to change, and Bob knew that he couldn't do that with the team he had inherited. He quickly brought in his own people, true believers, and promoted several longtime employees, whom he had identified as get-on-with-its. Together, they put the missing processes into Home Depot and got gross back into the company. Bob had no one at his back, but he did have the right people by his side. 好,最後一句我剛剛不知道是不是漏獎, Bob之所以能達到這樣的一個扭轉乾坤,而且能夠超前部署,魏普先知,看得出危機,看得出潛在的危險,而且能夠預先防範,他並沒有後面有背後靈,在後面暗中幫他, 這個不是一個超自然的現象,也不是他吃神童,或是他是智商180不是,而是因為他有找對了人在他的身邊,幫他一起改革,而且避免了一個災難,公司倒閉的災難, 這就是用人,用對人,這樣子,那我剛剛講那個,親身發生在我身上,我不會唬爛啦,這樣子,還有更多啦,我只是今天,講到這邊,講到用人,應景,為什麼我們國防部搞成這個樣子,軍方搞成這個樣子,我還看報紙,聽說,老邱在那邊大吹大雷,說什麼關島邪訓,結果我關島的,什麼總督,說是假新聞,哈哈,哈哈,哈哈, 老邱,你不要給國人一個交代嗎,到底怎麼回事,這樣子,訓練回來的人亂選亂訓,做完大外宣,這些人就沒用了,然後回來呢,也沒有好好的把這些學來的,跟美軍真的有學到東西的,集合起來變成一個種子的教官,甚至一個種子的連隊,來,先,要準備,各個班隊要準備外送之前,先到這個種子連隊裡面來待一段時間, 用完全採用美軍的方法,不要有我們的黃埔的那些狗屁不通的東西,慢慢慢慢就可以用複製的方式,一個連,兩個連,三個連,四個連,四個連,一個營,這個單位裡面誰都不要去碰,因為你找,這些黃埔像老邱這種,死腦來過去一弄,又說這個不對,那個不對了,又要標旗對陣了,又要刺槍速了,又要逼人家去幹一些,無厘頭的,無腦的事情,他們就願意,不願意幹, 就退了,誰願意跟你們這些,沒有戰力,一天到晚只會打嘴炮的人在那邊胡說八道,這樣子,所以我認為老邱,你要好好展現一下你的霹靂手段,我現在沒有看出你到底哪一件事情搞成的,你說我是問題人物,我現在證明你是問題人物,你說我是問題人物,是你嘴巴講的,沒證據,現在你是問題人物,我講了我有一大堆證據,這樣子,你不趕快補救, 你就慘,好,我們今天講到這個地方,剛剛那個是硬警,順便講到,提供同學做個操,禮拜天,跟大家多聊一點,這樣子,明天我們繼續回到管理,就是在滾動式的調整回到輪動,調整回到Colomb Powell的leadership sequence,這樣子,好,感謝同學晚安,我們明天再見,也祝同學週末結束了,明天要上班了, 能夠培養,能夠培養,明天上班的精神跟體力,這樣子,好,我們就講到這個地方,晚安,明天再見,結束前,當雄好無,需要有, 閱讀人文素養的,以及你要有各種的,翻譯的案件,短篇的,我們都可以來論階記者,來議價,感謝同學,我們明天再見